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黎文杰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洪門宴的後續 暫時這個洪惠民生日派對事件 涉及的官員基本上大部分 基本上是14個現任的官員在這兩天已經陸續復職 但是唯獨有一個人叫徐英偉 被我們的特首辦繼續勒令他要停職 暫時去到年初三 但是有一些報道又說 他要下禍,不單止他要下禍,還有一個人要下禍 到底這件事件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真的要我們這個特區政府高官 在任期完結前還有半年 都要解僱人呢 這個林鄭月娥是否真的一個解僱人最多的特首呢 稍後就會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做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文傑在01那邊有一個人寫文 這個人寫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關於很多政界的文章 基本上我見到他寫的文章 十篇有八篇都不是很中的 他就說 熊門燕樞理方案 預料今天會公佈 有傳兩個高官就會落獲 我先說這篇文章 裡面寫了些什麼 他就說 他收到一些政權的風聲透露 陳國基就是特首辦主任 已經在一個星期前交了調查報告 他就說 交了調查報告之後 現在林鄭月娥 我們的特首就不處理了 也不是刻意去不處理 因為現在是政治的敏感時期 亦是抗疫的一個非常之緊急的時刻 所以在有關處理方面 不想添煩添亂 所以一直都擺在一個半天調的狀態之中 但是其實現在 徐英偉局長 歐家宏署長等等的官員 已經是 在日前離開了竹高灣 再加上昨天的時間 已經完成了七天的居家 自我監測隔離 兩個人如無意外 就會在今天的時間 25號就要復工了 有傳就說 林鄭月娥會趁今天出席一個行會之前見記者的時刻 就公佈一個調查的結果 他裡面的文章就寫了 林鄭月娥處理徐英偉局長的方法有多重 第一種 譴責他 第二種 調他 第三種 叫他問責下台 這個作者或者筆者 筆者就說 如果徐英偉要 離開局長的崗位 好大機會是他自動辭職 自動請辭去承擔一個 政治責任 香港01早前也引述了一些消息 政府要求嚴肅地去處理 15名出席洪門宴的官員 洪惠民生日派的官員 徐英偉有兩個大原因 要承擔最大的責任 為什麼呢 第一 他是唯一一個 官員 一個局長 長時間在餐廳逗留 並且 脫下口罩吃東西 第二 就是徐英偉本身是 抗疫的主要官員 也清楚知道政府現在的 抗疫的情況 抗疫的工作到底是怎樣 包括政府在研究 減少市民不必要的外出 和聚餐 但是這個問題 在研究而已 還未下命 還未實行 是不是 所以是不是真的 是這樣的呢 我們稍後再說下去 我之前都說過 其實我之前的影片都說過 不過 我見我們很多的圈裡面的人都傳得慶俠俠 我又開段影片 跟著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跟大家講講 至於入境處處長歐家宏 他早前就因為恆大問題 已經有一次向公眾自協 已經吸取了一些教訓 現在又說在鴻門燕窩 這樣會不會是令到他都要落鑊呢 我覺得 其實 兩件事都是一件的 小事而已 其實兩件事有什麼大不了 是不是 我覺得 國泰大鑊一點 我覺得 倉鼠Delta變種病毒 現在在黃大仙區已經有Delta的確診者 是更加嚴重 因為Delta的殺傷力更加強 所以 對比起 他吃過飯 還要當時 是沒有限聚令 是沒有最新的防疫措施 還有拋離很遠 拋離5天 和最新的防疫措施 那 會不會又有點而 是真的太過上綱上線呢 跟著那篇文章還說 落鑊之後 哪一個就會去做民政事務局 那樣的事 我覺得那些基本上都是 自己可能是 發夢想多了 所以那一部分我就不說了 但是我就收到一些 真實的消息 那就是 這個徐英偉局長 是真是被我們的特首辦要求繼續優價 暫時的優價就去到2月3日 即是年初三 如果沒有最新的指示 或者叫做沒有更新的指示 徐英偉局長 就會在2月4日的時間 立春寡日虎年 正式復職 對於有傳 特首要求 這個徐英偉辭職 或者是徐英偉自己會辭職 去承擔一個 叫做 政治後果的時間 我們暫時 問過一些消息人士 甚至乎有很多的報章雜誌 也都說 有些消息人士說 根本沒有收過辭職的要求 也都暫時沒有一個 辭職的想法 說真的 這一屆的任期 只剩下半年 遲來做什麼 好好地 幫我們香港 去做好抗疫 做好漁人的工作 更好 OK 文杰之前都說過了 徐局長的腦子的轉數都很快 也都很親民 也都是我 少數 在鏡頭面前 去稱讚局長來的 我相信 這次的事件 是 無心的過失 而這個無心的過失 其實 是真的沒有犯法 真的沒有犯法 真是慘 我認為 之前都說過 這件事是不幸的事件 至於一些解釋 或者解讀 到底是怎樣 我早前有兩段的影片 是跟大家說過的 既然我們局長已經是 一而再 向大家道歉 並且會深刻反省 那倒不如大家 給個機會 這個 洪惠民的 叫做生日派對 或者叫做洪門宴 這件事件 不如就此 到一段落 這次其實有 11個官員 已經是無需隔離 即是出席的人士 無需隔離 其實也不少 有財富局局長許正宇 然後有財富局局長 陳浩廉 跟著就 民政事務局的副局長 陳即智 創新科技局的副局長 鍾偉強 創新科技局的局長 政治助理 張萬利 政制內地事務局的副局長 我的好朋友 胡建文 還有就是 教育局的副局長 叫做 局長的政治助理 政治助理 就是施進輝 還有就是 政務司司長的 正義助理 蕭嘉儀 還有我們的 一哥蕭 一哥蕭澤儀 廉政公署的 白允錄 還有就是 政策創新科技署的 副總監 馮浩然 基本上全部人 就在昨天的時間 已經如常上班 其中這個陳即智 也是今天起 今天起 會是兼任一個 應該這麼說 處任一個 民政事務局局長 因為 他是民政事務局的副局長 而徐英偉 會繼續 就叫做休假 所以他的工作 就由這個 陳即智 繼續做下去 至於被人隔離14天的三個官員 包括徐英偉入境事務處 的署長 歐家宏 發展局的政治助理 馮英倫 原本就是在 今天的時間 復職 除了徐英偉之外 其他人 都應該會今天 時間復職 徐英偉應該 2月4日 就復職 現在調查 政府裏面有一個 內部調查 檢查 裡面的情況 或者是 一些官員的情況 徐英偉被發現 在派對裡面 就沒有戴口罩 懷疑他觸犯了 這個 叫做防疫規定 吃東西怎麼戴口罩 喝東西怎麼戴口罩 我不知道 總之 有一些傳言 或者 調查 是向著這個 方向調查 報章 報章裡面 寫 如果違反了599i 一經定罪 可以是儲罰 最高儲罰 可以是第3級罰款 罰款1萬元 正常的電腦罰款 是5000元 有些人士估計 除了作為防疫官員 也沒有戴口罩 會不會 考慮怎樣處理呢 甚至 考慮的時間 要推遲 他的復職呢 我覺得 吃一頓飯 喝著酒 你很難戴口罩 你不會喝一口 喝完一口 也戴回 喝一口 也戴回 比較 難一點 難一點 要處罰都沒有口罰的 他是一個 抗疫官員 我相信他也不會 抗他的處分 但是 如果罰完之後 是不是這件事 可以完結呢 我很希望這件事 就完結了 回歸我們的 行政工作 或者一個 抗疫工作 抗疫工作 大家要怎樣呢 大家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要打針打針打針 第二件事要少點外出 報章估計 林鄭月娥將會在今天 對徐英偉的處理 作出一些特別解釋 但是 真的沒有一個 炒他的理由 也沒有要求他辭職的 一個動作 據聞 其實特區政府懲署 一些官員 是真的有既定的程序 以及既定的規矩 是不可以亂禁 亦不可以說 亂禁要扣他人工 亂禁要他放 AL 即是ANULIF 亦不可以 亂禁要他辭職 各方面的事情 這些都不可以亂禁 這個階段其實有什麼可以做呢 第一件事就是 希望我們的林鄭月娥可以 因為其實現在公務員 輪流 是work from home 輪流再加工作 輪調制 不用全部都 返回總部 或者返回部門工作 我就覺得 不如這樣輪調制 如果他出來了 他的手上的工作又可以處理得到的時間 不如調出來 好像民意所說 我們有18萬的公務員 調出來 去幫忙做防疫抗疫 去幫忙 去做一個 全民檢測 去訓練 定他們才行 輪流接受訓練 訓練定 如何去幫忙做全民檢測 希望這個特首可以 下單 甚至乎叫 衛健委 的人員可以安排 我們做一次的全民檢測 當然 全民檢測的時候 麻煩 大家打針 我們政府也要打針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以一起平衡式 或者叫做 parallel 去做 所以 如果奮兇的話 不如就訓練他們 去隨時為我們這個抗疫之戰 披起一個PPE 不是戰衣 是PPE 防護裝備 我們就多些人手用 我們可以把一些 檢測人員 不用動 而本地的公務員 熟悉哪一區 或是生活在哪一區 或是哪一區工作 派到他那區 跟著 就等他去安排 不同的人士 和不同的時間 去 做檢測 這樣的話 流水作業式去做 其實 一天半天 可以做到 否則 一天加半天 都應該做到 其實文杰的建議 就不是一個 只是空談 就說 有一個 就是口號式 其實完全不是 文杰一向的建議 都會 除了一個 要求之外 有一個 就是 方案政策 推出來 給我們的 不同人士參考 希望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做法 好嗎 今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 將這件事 圓滿的 結束了 就算了 好嗎 在 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 分享一讚好 留言訂閱 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 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